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940天 也是库尔斯克之战的第46天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红军村前线 俄罗斯的消息来源称 南裔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斯克南部的黄色区域推进 占领了两个相邻的竖线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俄罗斯人距离图库雷内阵只有2.33公里了 但我还没有看到可视的证据 红军村的战斗非常有趣 在占领阿富迪福卡之后 俄军一直在朝这个方向推进 前几个月进展缓慢 每天的推进都已米进 但进入7月之后 乌军似乎突然变得非常拉胯 基本都是一触即溃 即便是在希尔斯基派出援军的情况下 仍然是一退再退 此时简中一片乌军一崩溃之声 但俄罗斯人却没有他们这么乐观 似乎非常担心其中有诈 主动放慢了节奏 且让杂牌军顶在最前面而留下精锐断后 这个时候 乌军开始在南翼反攻 做出要切断俄军后路的样子 迫使俄罗斯人将重心放在南翼 而将正面的进攻放缓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动静越闹越大 最终迫使俄军统帅部 不得不从红军村调兵回援 加上前期伤亡惨重 红军村的危机基本解除了 接下来除非俄军打下 或者半包围了图库雷内 否则暂时可以不用太关心红军村了 哈尔科夫前线地理定位的镜头显示 乌克兰军队继续在沃夫昌斯克取得进展 从位于骨料厂东部的位置向前推进 并开始清除那里的俄罗斯阵地 至于乌克兰武装部队 是在什么夺回了整个骨料厂的 至今仍不得而知 此前有报道称 乌克兰在被称为城堡的高楼群 东南部的建筑物中集结了少量部队 很可能就是这次袭击的前奏 库斯克地区前线 乌军昨日袭击了一个运输装备的俄军车队 与此同时 乌军还轰炸了格鲁什科沃城区 并继续向其推进 目前他们已经推进到维赛洛北部的林带 并包围了那里的俄军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过去一天 内在库尔斯克消灭了400多名乌军和23辆装甲车辆 而自乌军入侵库尔斯克后 俄军以总计在库尔斯克消灭了超过1.46万乌军和大量重装备 殲灭乌军部队的行动继续进行 据乌克兰情报部门 9月19日向媒体透露了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计划 俄方决定调集6至7万部队 以5比1的压倒性兵力优势 对占领库尔斯克的乌军展开反攻 计划在主力部队逐步到位后 与9月中旬组织反攻 在10月15日到30日收复全部库尔斯克领土 并顺势攻入乌方苏梅地区建立安全缓冲区 俄方目前抵达前线的兵力约4.5万人 大部分从扎波罗热、赫尔松、哈尔科夫北部边境抽调 少部分为国内预备队 乌方披露的俄军增兵和发动反攻计划 跟目前俄军动向吻合 不过我认为按目前俄军战斗力 很难将库尔斯克境内的1万多乌军 在10月底前驱逐出俄罗斯边境 至于俄军想在俄乌边境乌克兰一侧 建立所谓安全缓冲区的伟大构想 现在几乎成了静中花水中月 乌军正把俄军逐步驱逐出哈尔科夫北部边境 更别说再开辟新的安全缓冲区 华尔街日报发布的最新文章称 别罗乌索夫领导的俄罗斯国防部 再次遇到了人力短缺问题 这导致俄军无法在库尔斯克组织 大规模反攻 越来越多的人说动员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无法证实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但一些前线消息似乎能证实 俄军兵力不足的问题 乌军发布的相片和影片显示 在前线俘获了三名俄军潜艇兵 俄军将潜艇兵补充进了突击小组 参加冲锋 俄军将技术人员编入突击队 已经不是新闻 但将难以培养的潜艇兵 也编入以伤亡率高这称 或者干脆说是炮灰的突击小组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稍早些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下令俄军再次扩军时 我们就指出 考虑到俄罗斯国防部 目前招募新兵的巨大困难 以及贫困边远地区等地方的资源耗尽 普京总统的新扩军令 很可能就意味着再次动员 这会让俄罗斯付出更大经济代价 俄罗斯现在劳动力短缺 而克里姆林宫的压力 则会变得更大 在2022年的部分动员后 俄罗斯政府就一直没有再进行动员 克里姆林宫也不断重申 不会有新的动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 库尔斯克行动 牵制大约4万俄军 乌克兰武装部队 仍在继续推进 交换基金得到补充 泽连斯基强调说 我们的胜利计划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所有的要点 必要的附件和计划的细节 都已经确定了 一切都已经制定好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决心去执行 俄军要想在库尔斯克 发起大规模有效反攻 必须要对乌军 有5比1的数量优势 而且还要配备 足够的重武器和弹药 但现在俄军明显做不到这一点 在库尔斯克的俄军 不仅数量不足 而且充斥着大量战斗力 很低的义务兵 军校学员 民兵和安全部队等 俄军从前线调到 库尔斯克的部队依然不够 这直接导致俄军 在库尔斯克的反攻 进展缓慢 反而被乌军 夺取了更多领土 图片报援引乌克兰军方的话称 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 成功影响了前线局势 尤其是哈尔科夫 俄军从这里抽掉很多部队 回员库尔斯克 乌军第92旅旅长 宣称自进攻库尔斯克后 俄军在哈尔科夫发起的 进攻次数明显减少 最后一次进攻 还是三周前 现在只剩乌军在进攻 而且极可能已经收复了 沃夫昌斯克 乌军哈尔科夫 作战司令部发言人 维塔利·萨兰采夫 则在9月18日 接受采访时表示 由于乌军炮火 截断了俄军不给限 导致俄军被迫 只能使用无人机 为前线阵地补充弹药 食物和水 很多水源被俄军尸体余染 在引用了这些受余染的水后 不少俄军病倒甚至死亡 乌军正在尽量减少 自身损失的情况下 为奸弹尽粮绝的入侵者 有消息称 俄军在比尔哥罗德地区的 河流上游水坝埋设地雷 并企图引爆后 污蔑指责乌克兰 违反人道主义规则 有亲俄博主声称 俄罗斯炸毁了苏甲的乌军弹药库 结果有人发现 他们发的视频来自 18日俄罗斯军火库大爆炸 那次大爆炸 不但引发了地震 而且在太空都能看得到 俄乌战争爆发第940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 公布过去24小时内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 殲灭俄军1340名 累计俄军63.95万人被殲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 约为1比1 摧毁俄军20辆坦克 39辆装甲车 35门火炮 两个防空设备 59辆油罐车和后勤 重载车辆 6个特种设备 防空部队击落52架 无人机一枚导弹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今天各大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9月19日在圣彼得堡 以视频形式召开军工委员会会议时称 俄罗斯今年计划大幅增加无人机产量 预计达到去年产量的10倍 普京当天在事项讲话中透露 2023年俄军总共接收了 约14万架各式无人机 今年俄罗斯的无人机产量 将增加10倍至140万架 以我看到的各方面资料 我相信俄军今年无人机产量可能翻倍 达到28万架左右 但说俄无人机产量 今年一下子增加10倍 可能性为0 一是生产无人机的一些关键零部件 都是依靠走私进口 在西方阵营严厉制裁下 供应渠道有限 二是战场上乌军 无人机使用量远超过俄军 达到俄军的约10倍之多 虽然乌军无人机部分来自进口 但大多数是自行生产 2024年计划产量200万架 乌军还成功地使用无人艇 摧毁了多艘俄黑海舰队大型军舰 在战场上使用了无人射击装备 排雷机器人 无人运输车等无人装备 在无人装备研发和运用上 乌军自始至终是远强于俄军的 这几乎得到包括俄罗斯军事博主 在内的全世界公认 如果普京说俄军无人机产量 今年比去年翻倍 不管真假大致还算靠谱 如果说翻了十倍 那只能说普京身边现在全是骗子 而普京本人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能力 一场大规模战争中 统帅耳目失灵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顺便说一个有意思的无人机作战常识 乌军地面部队发言人 9月18日专门向媒体解释了 为何战场上很难击落 俄军小型侦察无人机和查打一体无人机 他说并非是这些小型无人机 由于体积小难以发现 雷达很容易侦测到这些无人机 甚至天气好的时候肉眼也能看见 但除非附近部署了非常先进的 德国防空坦克那样一击壁中 且能开火后立即快速转移的先进防空系统 否则无论是防空系统 还是轻武器射击都会立即曝露自己的坐标方位 然后受到对方远程火力打击 他说对付小型无人机最好的办法是电子干扰 让无人机失控掉下来 俄罗斯媒体9月19日报道 几乎所有土耳其银行都决定停止处理 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相关的交易 现在土耳其实际上只剩下一个银行 Imlet-Katlin仍在进行里拉和卢布的支付 而涉及美元和欧元的交易 许多土耳其银行在俄乌战争爆发不久 就停止了相关业务 其实不光是土耳其 应该讲除了伊朗朝鲜等极少数国家 但凡有一定规模国际贸易的各国主要银行 都停止了与俄罗斯的外汇结算业务 这给俄罗斯对外贸易带来巨大困难 但本币与俄罗斯卢布的结算业务 以及易货贸易几乎不受影响 德国政府准备在今年年底前 向乌克兰交付价值14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坦克、步兵战车、无人机、弹药和零部舰等 除了德国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这几天也宣布了对乌克兰的新援助 既包括军事援助 也包括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其中印度的非军事援助 令人关注 据路透社报道 过去一年多来 印度一直在通过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弹药 这解释了为何能在乌军炮兵手上 看到大量涂装独特的印度炮弹 印度提供给乌克兰的弹药 是意大利和捷克购买的 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 也从印度购买了弹药部件 而这两个国家一直在军援乌克兰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对印度通过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弹药 俄罗斯政府至少提出了两次抗议 但印度置之不理 继续放任这些最终目的地很明显的弹药贸易 印度可以 除了通过第三国向乌克兰出售弹药等赚外汇 还在低价购买俄罗斯石油 印度甚至承认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印度根本买不到这么多的廉价俄罗斯石油 俄罗斯海运出口石油的大约七成被卖给了印度 印度购买了最多份额的俄罗斯石油 甚至比购买俄罗斯管道石油的中国还要多 亚美尼亚调查委员会宣称 该国阻止了一起通过政变夺取权力的企图 亚美尼亚安全机构表示 阴谋集团成员在俄罗斯境内顿河畔罗斯托夫的阿尔巴特基地接受了训练 每人获得了十万卢布津贴 七名被告中有三人被捕 四人被通缉 亚美尼亚政府没有指明事件与俄罗斯政府也有关 我们也尚未看到俄罗斯政府对此进行回应 估计回应的话也是否认了事 不过俄罗斯如果与此事有关的话 目的就是要阻止亚美尼亚离开吉安组织这个乌亚版北约 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爆发冲突时 亚美尼亚政府向俄罗斯政府求援 但后者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 从那以后尤其是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 亚美尼亚的离心倾向明显增强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俄罗斯不利的言论 最新行动则是帕西尼扬宣称 亚美尼亚与吉安组织关系已接近不归点 关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变化 总结起来就是大哥没有有效保护小弟 小弟准备另投他人 而俄罗斯在乌克兰暴露出了真实军事实力 无暇他顾 则让亚美尼亚有了更多信心 俄罗斯的后院很不稳 有意志的可不仅仅是亚美尼亚 莫斯科长期以来的威慑策略效果正在下降 近日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部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 包括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从目前的五个增加到十个 取消一票否决权将参与非法战争的成员国驱逐出安理会等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简报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 表示要想将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安理会十分困难 自俄罗斯开始或扩大其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以来 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曾呼吁这一行动 如果你查看联合国宪章 这将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马修·米勒强调 美国政府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致力于那些可以实现的目标 在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部之前 乌克兰外交部就指出 俄罗斯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不合法 并提出了论据宣称在没有必要程序的情况下 仅凭时任总统叶利钦的一封信 俄罗斯就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 在法律和程序上不合法 这个世界终究不是所有地方都讲理 包括联合国 如果所有事情都讲道理讲法律 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